这个周末即将正式的进入2023年 有很多的新政策即将上路了 包括了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宣布 1月1号开始呢 要对总共1020项的商品 要调整进出口的关税的哦 有的是调升 有的是调降 那我们呢 1月1号开始 也有很多的新的政策要上路 比如说基本工资要调升了 众所税 目前的免税额也要有所调升了 这1月1号开始 明天陆续的 我们会帮你做一个总整理 但是进入了2023年 台股会有新的光景吗 今天倒数计时 明天剩下2022最后个交易日 台股今天还是跌了88点 收盘指数14085 没有把半年线占回来 外资在今天还是在大卖 但外资最近哦 期货的多单居高不下 所以让我对于明年元月份的行情 其实没有看太悲观 今天为止 外资的进多单 又小增 真的非常少24口 所以目前外资在期货进多单 还是水位有14182口 现货 卖超的今年122亿 期货小幅做多 选择权小幅的做多 在今天期限选整个方向 还是做空金额 119.15亿元 但是买卖超有一些端倪了 建成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外资今天买什么呢 第一名国泰智能电动车 高丽彩晶中兴电美食 还有钢铁股的叶辉 中兴电池除能 富邦越南 融成保龄附景 这个名单 以过去来说 很不像外资买超前十名的名单 外资这一次买超的 有哪些端倪 我感觉有些搞不好 不是真的外资 可以看到 他买的基本上都比较不偏电子 也比较偏小型 当然有分几个族群 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 刚刚这个做好提到 国泰智能电动车 高丽中兴电 中兴电池及除能 这些好像什么 所谓绿能除能相关概念 然后也看到了买美食 买保龄附景 生机的指标性的个股 都是比较具有大型的药厂 可以看出来 好像在考一些传产 或者是做账的动作 都有可能 但是我会觉得 这些基期像生机股比较高一点 或许是拉高之后 会不会买不动了 观察一下不要追高 但是所谓的除能绿能的部分 还是一个所谓的政府的政策 今天高丽又拉很长的下影线 是不是中兴电或其他的 会不会在明天或者一月份 来给我跟进 都可以去观察一下 来生机 我们看一下今天生机的表现 最好的跟最差的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买不动了 不要再追了 今天生机族群 在涨的是锐基 亚诺法中化 ABCKY联合 回过头来看到 今天没有再涨的 合一中天 罗利分已经拉回了 要亚了 您觉得这整个看起来 因为这一波 从最先开始的口罩 涨到了快筛 然后新药 然后医材 然后健健康康 然后又漂漂亮亮到医美 谁原月份可能还有机会 谁可能有点过热呢 基本上我要说起来的话 所有的生机医疗在原月份都要小心 剩下可能就是短线差价 因为最近轮得很快 他们族群轮得很快 我举个例子 今天这是同一个集团 今天合一报纸写得好大 但是股价不涨 利多不涨 对 还是有一些利多 但之前先拉回的 像美食保龄附行这些制药股 反正今天是往上拉的 但是拉下来是不是要给你跑的 对 我不知道 就要观察 法人如果买的又买不动 还有一个 外资或投讯买 请你看一下晚上的券商进出好不好 各分点进出 假设是常常看到阻力进出的 你就小心一点 这样可以就比较好分辨一点 好 所以一月份 难得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建成大哥对于生计股 相对是比较保守 就全部都要保守 一月份大家操作生计股 因为十一十二月涨很多了 一月份可能只有十一个交易日 可能这些族群可能拉上去 空间就比较小一点 就要少可以做 但是要小心一点 OK 好 手脚要卡住 外资今天卖什么呢 外资卖华兴 台湾五十百一 大型电子全职股 大型钢铁股 高股息台你也是大型股 元大台湾五十 干脆台湾五十 前四金五十最大的一起卖 台积电中信金赵峰金 我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大哥 他在买一些 卖一些大型股 第二个他卖 你看中信金赵峰金 你看下一页第六页到第二十 都是金 全部都是金 第一个他卖大型股 第二个卖金融股 为什么 我想大型股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毕竟最近的国际股 是不好 有一些联动性 所以他卖指数 卖权重股包括元大台湾五十都在卖 那卖金融股部分呢 虽然很多人认为说 有点利空慢慢淡化掉 但是明年呢 他投资那么多 台币的升扁都会影响到 那整个获利 今年没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明年的股利呢 很多搞不好 没有像以前配的那么好 关股可能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民营的金控 可能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你看看 最近来看的话 很多金控股都被调节 前二十档有十一档是金控股 都是调节金融股 所以我认为短线来看的话 金融股可能力道上也没有那么强 还是在整理的形态 ok 好 那看到投信今天做什么 投信今天持续的买超 买的是这些 零星在买进一些 反而投信在减便 那投信卖的有哪一些 面板核大台汽营 强茂巨洋 创意滑星 台达店 群创南店 面板双熊都卖 今天面板有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吉邦科技最新公布的出货状况 今年 今年 明年连两年衰退 估计明年还会衰退 而且出货量会比今年再减少 百分之五点八 投信也在卖 吉邦看未来也不好 可是大家都期待 报价应该有一点止跌了 怎么看面板股 前一段时间报价是有止跌了 但是呢 它叫季节性的因素 因为年底到有点短线的拉 拉完之后呢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那么强劲 过年期间呢 我说实在的力道上也不强 所以看到友达跟群创 前一段时间有一些表现之后 有开始调节动作 有止跌了 但是呢 整个产业景气来看的话 还需要观察 还需要观察 前一段拉不大起来 会不会有机会在这边阻底 不知道 观察一下 说实在的 不要再去破前低就好了 不要破前低的话 或许就是我有它的价值 股价坚持率偏低了 这个跌升反弹 但是基本面没有到那么好的情况 我觉得就先观察一下 破的几率大不大 那如果说价格再往下掉 破的几率就很大 所以今年上半年 应该说明年上半年 一二三月的报价 尤其电视面板这一块 是不是能够刹车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就有机会来做一个反弹 OK 好 谢谢建成老师 请先回座 这是今天外资投信法人的动态 所以我一直在说 进入2023年 好像台股的操作 也会很难 但是魁国老师告诉我说 明年其实在操作上 会比想象中的简单 怎么说呢 魁国老师请您上台 要开课了 上个礼拜四 您来上节目就预告大家了 要拉回整理了 果不其然 好 2023年行情怎么看 我觉得2023年的行情 绝对会比2022年好做很多 怎么可能变数这么多 我待会讲很清楚 但是你的动作 要做的动作会变很少 你就要用时间去换空间 比如说2023年 它可能是在一个 箱形格局里面震荡 那我们通常在箱形格局 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买黑卖红买低卖高 买回操作 机长不要追买 拉回要做逢低承接 那你等到低点的位置的时候 它通常需要点时间 那你如果说涨的时候 你去追往往就是套 我想我把所有的未来 告诉大家 一定要清楚的记起来 我讲话都很清楚 上个礼拜 今天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 礼拜五 礼拜四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在台北股市涨208点的这一天 做好你记得我再跟你讲说 三天之内 台股必定见到那种 震荡大幅的拉回 隔天跌了249点 我当时有跟大家讲为什么 我说你帮我给大家那张KDMAC那张卡 放在网站上给人家看 我说那张卡告诉你三天之内 会出现大幅震荡拉回 那接下来的2023年 绝对比2022年会好做很多 可是你的动作次数会少 那我跟各位讲 你要看到经济数据的翻多 我讲的是经济数据翻多 要转为绿灯 要14个月 怎么说 我跟各位解释 我纯粹就符号来告诉你 在过去18619的高点 它是出现是9颗红灯 有9颗红灯 那有5颗的黄红灯 5颗的黄红灯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从对称理论来看 那如果这个对称理论 它是成立的 这有5颗的黄红灯 这个地方 将来这个地方会出现9颗的蓝灯 那然后出现5颗的一个黄蓝灯 然后呢 你要真正等到转到绿灯的时候 就代表整个的产业景气数据开始复苏了 所以它历经 这边是9加5等于14 你要历经14个月 14个月的时间 你才会在数据上去看到 那是2024年 我跟你讲 符号这样讲 我就照现实跟你讲 信不信随便你们 那就说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要看到 经济景气讯号对策 经济对策景气讯号灯 它能够真正从黄灯 所谓的蓝灯跟黄蓝灯 转为绿灯 它14个月 这是对称的理论 那第二个 我为什么说会很好操作 并不难 因为接下来 2023年的操作 全部都是这个字 所以2023年 如果大家测制的话 麻烦都写这个字 好不好 品 为什么叫品 我解释给各位听 如果说台北股市在 政府不是跟你宣布说 我接下来互盘时间 长达两年吗 那两年的情况 它就会形成 每一次的走势 都会形成一个区间 它会形成一个区间 那在这区间的时候 请问你最好买点在哪里 这边 好 朱华你完全答对 最好买点都在这 请问 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 有多少的次数 多久的时间 才会到达低点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要到达低点 上下震荡达到低点 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 可是到低点 你一定不敢买 就是要去抢 因为你以为还会再更低 你总是在等那个低点 反正你就是 一个相形格局 你先不要去想后面 就是只要到相形格局低点 你就要去抢 你记不记得 我今年我曾经在上礼拜讲说 如果台北股市 这一波到了季线 我说我讲一句话 我说会有一种格局 两种形态 什么格局 我今年在十月二十五号 曾经讲过一次 我说那时候 KD都会在二十以下 然后接下来 MAC柱状底就开始收敛 准备要翻正 我说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所谓一种格局 它就会出现翻多的讯号 所以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那2022年跨逐到2023年 那边有九颗蓝灯 然后九颗的红灯 五颗黄红灯 这边也会出现九颗蓝灯 五颗的黄蓝灯 但是是不是一直出现蓝灯 不是哦 它是会交叉 你听得懂吗 当蓝灯跟黄蓝灯 一直在做交叉 而到了十四个灯号过后 从第一个蓝灯开始算 十四个灯号过后 它就转绿灯 这支符号告诉我们这个答案 因此未来会怎么样 它会形成一个品质的走势 就是说我现在走 就是这个格局 我如果这个格局走上去 我就变这个格局 我如果这个格局失败 我就变这个格局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2023年操作 不会很难 很容易 可是你会发觉 在这格局的震荡当中 你要等到买点 需要点时间 需要耐心 不能急躁 你要卖点 反正到了压力 你也需要卖 你就再卖 所以未来 我们请老婆清调 2023年就请记住 这个品质 它就会一直这样走 那我们从什么迹象去证明 第一个 护盘是不是需要两年 那护盘 请问你会不会一直拉 不会 既然护盘就不会 因为他会想到说 明后天还发生什么变数 好 那如果护盘不会一直拉 如果像昨天大跌的时候 它出现了96亿的买超 是 那很多人想 今天大跌会不会买超这个数字 绝对不会 为什么 它是护盘 护盘就说在这格局里面 我碰到真人要关键 要破盘之前 我一定大买 买上去 当大家觉得看好的时候 它自然会有力量推上去 那它不会再大买 但是如果再下来靠近这 它还会再增加买进 所以那护盘的动作 我们请看第二张字卡 你看这第二张字卡 就是今天这样 昨天大跌量96年 大家都想说买这么多了 今天又破新 一定买更多 所以说不会的 那么再回到那张字卡 如果说在这乡情格局当中 每一次到高点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些人都一定会站在卖房的 他因为先调 因为为什么那天跌208点 跟你讲三天之内必见重挫 或是大幅剧烈拉回 有没有发生 隔天就249点 所以我讲的话 你记住 第一个重点 如果要看到景气信号灯 或者真正的落底反转 如果我们要看那个数据的话 是14个月后会发生 9加5 对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会一直盘整 盘整就会造一个品质 我现在走这个格局 我走上去就这个格局 上去完之后 我又回到这个格局 这个局守住再上一个格局 除非有真的很大的利多 比方说什么样的利多 俄乌战争结束 中国大陆疫情完全消除 这个时候股市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它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慢慢开始这样子的走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一定要有后面的利多政治去配合 如果没有这利多政治配合 就像现在所自然形成的发展 上面14个月 这边就会14个月 因此2023年大家在策制的时候 在画这个选字的时候 就麻烦选这个品质就对了 好不好 只要做股票的人 这样懂吗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字卡 下一张字卡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说会进入品质 你看当昨天在大跌的时候 台银出现大买 我先提醒大家 国安基金进出的最大本营就是台银 所以台银在这个地方 它所买的股票 来我们看下一页 它买什么股票 台积电 外资卖了70亿 台积电就买了50亿 然后买联发科 鸿海 台达电 台硕 你有没有发觉 在昨天关股护盘的12档里面 我把前五档列出来 你有没有发觉都是全资股 所以到了低档支撑的时候 它都会以这些股票为优先的考量 所以我会告诉各位 2023年就是一个质品质的操作 在高点跟低点都需要一段的时间才会发生 所以就变成说操作不难 很容易 但是时间次数会变很少 很久才一次好的时机 就是这个意思 好没有关系 在进出不要这么频繁 但是能够先明哲保身最重要了 所以再回到上一章 所以今天葛高老师对于在接下来 到底景气灯号会怎么亮的预估 其实跟梦道有一些不谋而合 梦道也提醒大家过去的平均 大概就是平均 最多可能15个月 扫着9个月 但是平均下来就是11到13个月左右 好 葛高老师告诉大家说 这样子看起来 倒转为绿灯 大概要花14个月 那接下来这14个月 也就是说进入了2023年 行情会怎么走呢 这个字要记下来 明年的台股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是 我们先补充一下 扣掉这个月已经一个月了 剩下13个月 那不仅仅不谋而合 那就是完全一模一样了 好 所以如果明年行情是这样 葛高老师又提醒大家说 因为整个的节奏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长这样 但是进出的次数可能就不能够这么的频繁 那怎么选股 休息一下 葛高老师继续上课 那就是这样子的节奏 那就是这样子的节奏